像這一次的台灣美國形象展 除了先前看到的電動車之外呢 在台灣的智慧醫療也在這裡大放異彩 像是他們在這裡打造了一個虛擬診間 將診間從醫院給搬了出來 你可以偵測你的手部的一些知識 那這些東西可以讓使用者 可以跟這個眼鏡來做互動 比如說像頭顱這種3D的立體形狀 呈現在這個病人或是病人的家屬 甚至這個醫療團隊之間 大家可以在上面做更多的討論 同樣把醫療帶出診間 這家廠商因應惡物戰爭 有野外治療的需求 因此開發出了這一臺 可移動式的X光檢測器臺 等於說在野外 就可以直接進行身體掃描 說今天現場有傷患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急救的 這麼的一個X-ray設備 拖到這個病患的旁邊 那我們可以迅速的取出 DETECTOR跟駕利這個X-ray系統 然後馬上Tag一個X-ray shot之後 他可以把影像透過5G系統 很快的傳送到我們的電腦畫面裡面去 那這樣子擅長的醫生 或者救護人員馬上就可以對這個受傷的人員 做一個緊急狀況的一個判斷 比方說我們如果知道這個患者 他確確是已經有已經骨折的狀況發生了 那這個同時其實我們就不適合再移動他 所以他是對於患者在初期 做一個緊急狀況的判斷 對於這一次台灣形象展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 更以無形效益很大來形容 也希望藉此能將台灣的醫療 以及科技實力打進國際市場 三立新聞許趙偉 李子萱 在美國華府採訪報導